酒驾害人又害警是严重的交通治安问题 11月28号凌晨4点多 台中市警方在向上路会闻路口巡逻时 看到两名俄罗斯男子骑机车窗载 后座男子没有戴安全帽 而且机车骑得歪歪斜斜 于是就将两名俄罗斯男子拦下盘查 远警一上前就闻到浓浓的酒精味 因此要求进行酒测 俄罗斯男子一开始还以中文向远警求情 希望能够放过他们 但在酒测后酒测值高达0.81 竟然开始改说英文不说中文了 拦下来的当下 他用一些比较深色的中文 有跟同仁来做求情的动作 因为酒驾案件在我们这边的法律是不允许 同仁也跟他告知了相关的权益之后 有跟他做酒测的施策 那酒测值高达0.81 那这位外籍人士他一发现酒测值超标之后 就态度就比较转为不太配合 台中市警方最后还是将两名俄罗斯籍男子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 刚开始俄罗斯男子不但不愿意配合 甚至开始说俄罗斯语 警方就跟他们强调台湾俄罗斯话的翻译很少 要在凌晨找到俄罗斯翻译更加困难 加上后面还有其他程序要处理 到时候移送时间会拖很久 恐怕会浪费很多时间 经过远景这样的沟通之后 他们才愿意用英文配合由外事巡观制作笔录 由于两名俄罗斯男子没有台湾机穿驾照 远景又对他们开罚无驾照驾驶罚单 之后以公共危险罪将两男移送法办 他是来台湾这个短暂的学习中文 所以他中文会讲也稍微会听 虽然比较生涩但是都能够表达 他这个突然讲俄语 可能是因为他知道酒测值超标 那之前用生涩中文来跟同仁求情这个动作无效 那可能有点态度就区域比较不配合 所以他就用母语来跟同仁做交谈 台中市警方表示 对于外籍人士酒醉驾车 一样是严正执法 外国朋友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是台湾人 就可以违反台湾法律 并且也提醒民众 养成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的习惯 绝对不要为了诚意识之快 造成一辈子的遗憾悲剧 记者陈文旭 刘冠瑜 刘淑萍 台中报导